二十四朝大江流 是非成败在春秋 不畏浮云遮望眼 雨不惊人 始不休 大家好 我是冯一刚 我们来到了中国最后一个朝代 清朝 这个时代结尾收得可真是不怎么漂亮 不仅对外丢了面子 对内也输了礼子 上次说过 明朝末年 公元1636年 女真人黄太极称帝建立大清 明朝的北方外患入了山海关 号称是要来平定闯王李自成 清军一路南下 顺便把几个逃到南方的南明政权 给一一解灭 1644年 爱新觉罗福林在紫禁城登基 正式统治全中国 看看图中这三位 康熙 雍正 乾隆 在他们的带领下 清朝国力昌盛 也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然而 许多汉人却觉得 被一族统治 就是丢了民族气节 从女真人跟汉人的装扮上 我们就能发现 这两族文化差异真的很大 注意 左下方有个光头 却留着细细一条长辫子的小丝 这就是满清时代的标准发型 在清朝统治下 所有汉人都得比照办理 清政府更记出 留头不留法 留法不留头的命令 男人若想保住自己的向上人头 就得把前额 头发都剔干净 后脑勺留条长辫子 这道命令一出 却激起了部分汉人 强烈的民族意识 他们打着反清复明的口号 成了清朝长期统治的隐患 想不到的是 反清复明的大本营 就在台湾 湖中看起来正在逍遥下棋的人 就是反清复明的带头者 郑成功 他人脉很广 与清政府 日本人 欧洲殖民者都有来往 由于当时已被清朝灭了大半的南明政府 曾肆与郑成功明朝国姓 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朱 因此郑成功的别号就是国姓爷 郑成功曾经试图三次北伐反击清兵 但各位看看地图就知道 郑成功带领的军队 那是虎头蛇尾 节节败退 最后退到了厦门 金门 这下子就不能再退了吧 能 1661年 郑成功一个转身 目光锁定了台湾 当时的荷兰人在台湾已经殖民了38年 看看这几十年下来他们都有哪些作为 在今天的台南安平区 荷兰人除了热兰遮城作为海防堡垒 也就是现在我们常称呼的安平古堡 在台南中西区 荷兰人则盖了商业行政区 普罗民遮城 今天称作赤坎楼 郑成功率领的两万五千名将士来到热兰遮城 看到堡垒盖子坚固 又有大炮防守 郑成功军队决定动用他四百艘战船围城 看看途中密密麻麻围住热兰遮城的船只 这招果然奏效 九个月后荷兰投降 郑成功拿下台湾之后 中国东南沿海日子快过不下去的汉人 决定来到台湾开墾 成为台湾的早期移民 没有他们也就没有能够骄傲自称 台湾人的后代子孙 穿着鲜绿衣服的这位 就是我们的国姓爷 可惜郑成功前脚才刚来台湾 后脚就过世走了 享年三十八岁 就在郑成功与荷兰人大战之际 清朝紫金城内也不得安宁 顺治皇帝年仅二十四岁 得了天花而驾崩 于是维系大清朝命脉的使命 交付到了八岁小儿手里 他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康熙皇帝 辅政大臣敖拜 把持朝政 康熙皇帝成了傀儡 直到十四岁 康熙翅膀硬了 传说他秘密训练了一批 善于相扑的小太监 秦捉敖拜才让康熙皇帝夺回政权 在南方有三位藩王 当年因为引清军入关而受封 威胁清朝政权 年仅十九岁的康熙皇帝决定 不忍了下令薛藩 引起了造反 历时八年 清军才平了三藩之乱 康熙接着还要攻取台湾 完成统一大业 1683年6月 康熙派出曾经是 郑成功手下的叛将 施郎来对付政军 双方在澎湖交战 施郎在苦战中获胜 消息传回台湾 正经的儿子郑克爽 举白旗投降 台湾自此纳入清朝版图 在康熙统治的年间 清朝仍处于盛世 西方知识也有所流通 康熙年间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 介绍了从西方传来的望远镜的使用原理 中国传说中的千里眼 竟然被西方科技一步达标 康熙也为中国人自己 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资产 康熙字典 这部字典成为研究文字 声韵示意的必备工具书 就连算命先生帮人命名改名 都还得翻翻他呢 继位的雍正皇帝 以勤俭勤政出名 以掌权立刻实施铁腕改革 不仅补足了亏空的国库 还设立养联银制度 以高薪和各种津贴 贴补官员避免贪污 雍正皇帝 良好的治理长才 老百姓有目共睹 他整顿朝中财政 遏止官员恶习 更勤政爱民 据统计 雍正皇帝一生总共批阅了 四万多件奏折 平均每天要看一百多道折子 时不时也会真情流露 感叹道 朕就是这样汉子 这些画被收录了起来 制成文创商品 三百年后变成了故宫赚钱的商机 可惜啊 也不知是不是忙于正式太过操劳的缘故 雍正在位不过十三年就驾崩离世了 雍正跟兄弟争过皇位 为了不让手足相残的悲剧重演 他建立了秘密建储制度 大家看前清宫上头悬挂的牌匾正大光明 雍正生前就把他心仪的继位人选名单 藏在这块匾额后 直到雍正死后 这份圣旨才被大臣取出 昭告天下 大清王朝的继位者是 弘历 乾隆皇 雍正皇帝果然没看走眼 乾隆皇弘历 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 掌权最久 甚至可说是最有福气的皇帝 他的爷爷康熙负责开疆辟土 他的爸爸雍正负责累积国库 如此避印下 大清朝的国事在乾隆上任的时候 可谓空前覆强 问题是等到年纪大了以后 他开始浩大喜功 对外扩张战争 曾派兵平定林爽文之变 又频繁乾隆下江南巡游 极其奢华 清朝国运开始出现了 游胜转衰的征兆 清朝文学名著《红楼梦》 就描写了出生豪门 含着宝玉出生的男主角贾宝玉 如何从大富大贵 沦落到满门抄家 正好隐喻了大清国运的走势 乾隆59年 人口已经来到三亿 是明朝的六倍 到了道光年间 全中国更突破到四亿人口 麻烦的是人口成长得那么快 粮食生产的速度压根赶不上 饿肚子的老百姓 开始在国内四处作乱 外国势力接踵而至 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 很想推销自己国家 出产的工业制品 和中国做交易 于是1793年 英国政府派出 马加尔尼为首的代表团 宣称要给乾隆皇帝祝寿 实则是来到中国协商贸易协定 生意都还没谈成呢 双方就因为 如何下跪的礼仪问题 闹得不愉快 中国自诩为天朝 任何人本就该对皇上 行三跪九寇的大礼 外国使节也不例外 英国人不服 于是把乾隆皇帝 画得跟大神猪一样 马加尔尼代表团 虽在乾隆皇那儿 碰了一鼻子灰 但他们可不是一无所获 既然都来到了中国 自然要借机调查一下 中国国情和战备部署 这帮人不仅调查了 在沿岸炮台还测量了港口的深浅 结果出炉 马加尔尼给大清帝国的评价是 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 头等战舰 英国人打算怎么对付中国 这艘虚有其表的战舰呢 下集再说 点出名 点出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